我们发现地球有很多一次性的用品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做一个零废气运动 并且让大家找到一个地球的尊重感谢 想要发行一个零废气的运动 核心的概念是简化身着 然后不过度浪费啊 只消费一些地区品 然后即可减少垃圾的产生 我平常会自备环保杯 然后到超商的时候不但他们有时候会提供一些 所以我希望同学们都可以带环保餐具去吃饭 减价或是增加分量的一些服务 然后另外也可以省下非常多的塑胶 就是像是不要买一次性的产品 尽量自己准备替代用具 不要买过度包装的物品 我们用何时出门都会自己带水 甚至连爸爸要买咖啡 他也会自备环保杯 我也会自备购物袋 甚至连到楼下买鸡汤 我们也会带着锅子到楼下 之后吃饭 要不要吃饭 你把水这样子可以装不满 所以我是可以选的 好 不贵啊 这是我最爱的米 怎么没有水的呢 经过我的巧合 一定能将它修复好了 这样就可以写字了 这样就可以写字了 要做表格记录同学做零废弃的状况 然后邀请他们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动 这样就能减少一次性用品的使用 零废弃的活动非常的好 因为它除了可以减少垃圾的产生 然后也可以让大家省下比较多的时间 我希望可以改变现在地球污染的现况 因为现在地球污染的现况很严重 所以呢 也可以透过不使用一次性的物品来减少污染 爱上一些全世界的人 我觉得人类应该要对地球尽一份心力 废弃的生活可以改变地球的未来